日本三百斤恶霸仗势欺人 被山东退伍兵炸弹腿法一脚吹晕 看待日本观众 大家好我是小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世界比武大会 走进日本东京站的比赛现场 现在镜头中的这位 就是来自我们中国山东的退伍兵小伙赵小亮 没错 他的必杀技就是炸弹腿和炸弹拳 他就是打到比赛 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蓄力 然后突然打出一招 破坏力非常强的招式 不是拳法就是腿法 到那时候他主要是看对手的身体条件 如果对手是一个巨人 那么他就打腿直接抱头 如果对手比自己矮一些 那就是夺命勾拳 我们看一下镜头中的这位大光头 这就是来自日本的佐藤太郎 这个佐藤太郎的体重是148公斤 就差那么一丢丢就达到了300斤 是一个超级大块头 在我们亚洲都不好找 在日本呢更难找 因为我们习惯性的称日本为小日本 他们的国土面积小 身高人长得也小 所以我们叫他小日本 怎么回事对手 这个日本还有300斤的这种大块头呢 这里面找高个 特别的好找 就是那么一个 赵小亮的身高是1米78 体重是80公斤 身体上是没有一块肥肉 都是肌肉 我们看看拿到对方的后背 看对方给逃脱了 后手全命中 抱腿摔 赵小亮进攻的时候 一定要把手拿高 跳起来的正蹬腿 沈隆白尾踹到对方的头 不错 对手已经开始节节败退 双腿发软 走务权 再来 打到对方的后背 可是并没有把对手踩倒 小心小心 对手的大力摆签打得还是挺准的 挺重 正能队 连续的左右摆拳 对手的防守还是不错 这场比赛不怎么好打呀 没想到对手的这种身高和体重 可以这么的灵敏 他的动作还是很犀利 很边权 第一回合已经过去了接近三分钟 哎呦 一个跳起来的换腿踢 直接把对手踢到身体发应 哇 赵小亮在日本东京客场 让他们看呆了 让日本的观众已经看到傻眼了 我们看一下精彩的慢镜头 哇 就是这一腿 空中换腿 日本的左层太郎 嘴巴里已经吐出了一口鲜血 倒在地板上的时候 身体发应 惨不忍睹 恭喜赵小亮来自我们中国的退伍兵小伙儿 让日本人看待了 让我们为赵小亮欢呼喝彩 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的支持 2分 55秒 在第一回合 认为赛不得的 赛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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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 他就是 天员的男人 什么厉害 做了两个草莓的 撤还有本 准备 十华 准备 拜拜